大家好,我是阿柴 最近我做了一个加目表 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们在用wordpress做网站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一些小产品 这些小产品呢 很多都是可以自己购买的 比如玉米儿,主机,还有主题 还有多语言插件等等 像这些小的产品价格都不贵 完全可以自己购买 但是也有一些同学或者是客户 他可能没有时间去学习 如何去购买,如何去管理 也可以委托我们帮他们去购买和设置 这就是我做这个加目表的主要原因 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 第一个是玉米儿 玉米儿一般首年购买是100元左右吧 因为有可能是几十块钱 也有可能是100多块钱的 玉米儿不一样 每家服务商的价格也不一样 续费也不一样 我一般会从阿里云购买玉米儿 如果是国外的玉米儿 我会从Nemocelo上购买 第二,主机,也就是虚拟主机 首年是750 续费是1500 这个价格是参考Siteground的主机 美国机房或者是新加坡机房 下面这是主题授权 我们用的Wordpress主题都是正版的 一般是500元左右 一般的主题都是终身授权 不需要续费的 比如Avota主题,B-SIM主题和RT-SIM18主题等等 下面这是WPML的多语言插件 做多语言网站用的 这个如果去他官网上购买 价格会比较贵 我们提供的价格是49元 而且是终身的 单站点终身授权 因为我购买的那是终身的版本 现在这个版本已经下架了 已经不能卖了 他们的官方卖的都是年付费产品 还好我买得早 所以给大家提供一个福利 是49元一个单站点终身授权 下面这是Astra Pro 这是一个主题 它的价格是99块钱 也是终身的 单站点终身授权 如果去官网购买 好像是49美元一年 他们官网也在卖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数量限制的版本 就是价格比较高 我买的就是那个价格比较高的版本 下面这是Elementor编辑器 Elementor Pro 它的价格是30块钱 这个没有终身版 单站点一年授权是30块钱 在它官网上 好像是单站点一年是49美元 也是每年续费的 我买的是1000个站点的版本 每年1000个站点 所以价格比较便宜 下面这是安装WordPress 像安装一个WordPress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对于一个懂的人 但是对于一个不懂的人来说 难度还是挺大的 包括上传设置配置服务器等等 在这里我收取的是一次性300元 这个服务包括安装主题和代目演示站 比如Avata主题 B-SIM主题和Astra主题等等 但是前提是我用过的主题 为什么是300元 因为我评估做这件事一个小时是可以完成的 算上沟通 算上操作一个小时是可以的 所以我报价是300元 下面这是安装SSL证书 这也是300元一次 这个是参考宝塔Linux面板 和Setground的主机 这两个产品 他们会提供免费的SSL证书 但是需要申请安装 还有部署验证等等操作 我感觉做这些东西 一个小时也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给它定为一个小时300元 除了上面提供的服务之外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服务 我没有列出来 但是这些服务都是可以评估的 像一般的小活 我评估一个小时 那就收费是300元 如果两个小时 那就是600元 那如果这个活稍微多一些 可能需要做一天 这一天的价格就是1000块钱 像一般做一个网站 一个简单的网站 可能需要两三天 或者四五天 那我给出的报价 那就是两三千 或者是四五千 那如果长一些 那价格就会上万 是按照这个时间来核算的 这个时间是算上沟通修改定制 所有我投入的时间的一个累计 在报价和做之前会有一个评估 这是关于单项服务的加目标 下个视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建站套餐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